但是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币圈的企业,基本上就是熬过一个熊市也就两三年,对吧,马上牛市一波发币,巴,就财务自由了 为什么这些币圈的这些项目方不愿意做事呢,你发现没有 项目方一把就木完资了,财务自由了,还做啥事呢 你发现没有,牛市一上币,币就涨十倍,我还做啥事呢,我交代了大家吧,我都给你们交代完了 你们发现没有,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人前不后继的进入币圈,尤其是美女资源进入币圈 滑滑一片一片的,全美女,那将来都得搁你们了,美女搁谁呢,就搁男同志们了,对不对 在你们现场这些男同志们,不就等着被搁吗 其实,再说回来,那外部三,你们的机会在哪儿 同志们想不想听,睡不睡着了 反正是吹牛逼,咱又不上睡,是吧 同志们也听一听,别当真啊,我说的东西可能全是错的,也不是投资建议啊 就是说房地产不行了,股市也其实很难做,知道吧 你们的钱得留好了,这个冬天不好过 同志们,冬天不好过,好吧 这个冬天还没来呢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冬天还没来呢 我们即将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 美元崩不崩我就不知道了,肯定是听说是崩不了 但是呢,股市要崩的,崩了以后呢,才会重新涨回来 它每次就是周而复始 只不过所谓的崩呢,不会崩的太厉害 不会比之前的高点低,只会比之前的高点还要高 因为它是急涨上去的,又急拉下,急掉下去的 这次,因为是一下子疫情大放水 这个美国是印了很多钱的,印了都空头给老百姓 最后老百姓挣了钱,又给他收回去了,对吧 确实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各位呢,要做好果冬的准备 过冬,冬是什么?冬就是说冻死人的那个冬 你们在深圳不懂什么叫冬天 这个冬天就是很多企业倒闭朝来了 真的,你们有可能会遇到 中国我不说,我说美国 咱们把这话说回来,说的是美国 但是美国如果崩了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消费国,你别忘了 美国崩就带崩,带崩欧洲了 一起崩 那咱们东西出口给谁啊 三驾买车就靠 怎么带啊,是把全得倒霉 但是呢,美元加息呢,确实让美元指数更牛逼 你手上有没有美金资产,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汇率啊,是不是 听说是6块5还6块7了,我也不太清楚 我没细看,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要做好这个果冬的准备 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果冬 后面呢,也别想做 所有在中国 所有在中国挣钱的事呢,都有点擦边 你们发现没有啊 你们现在来这来币圈 你们发现了没有,就是web3根本不性感的原因是因为它不违法也不违规,知道吧 中国人也不太喜欢这种不违法不违规的项目,知道吧 所以说 中国人老觉得这个挣钱就得违法违规 就得在他边球才能挣钱 就喜欢有点风险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观点要改变了 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 以后做事情 就是这样,你要尽量降低自己的成本 比方说公司,你们还顾着一堆人呢 你们现场,现场这么多人可能还开公司的 不要这么多了 或者起团队的 或者带着人的,成本高的,全部降下来 所有不必要的酒局都不要去 就像你们这些男同志们,咱们别吹牛逼 你要在唐山,你要跟那帮人吃饭 第一个,你也真有可能跟你那哥们一起冲上去 对吧,你拉架你就被揍 对吧